话不多说继续咱们的快速打印系列 来嘿嘿印度 之前呢咱们说过印度抵制中国制造 封禁了中国59款APP的事 在此之后呢 印度那是又作妖了 这次印度政府宣布要兼用118个中国手机软件 其中像什么百度啦 支付宝啦 企业微信 微信阅读等等等等 就连腾讯的吃鸡游戏也没能幸免 好嘛 我寻思这一波再进完 那手机不是废了吗 属实是没啥创意 天天就知道封杀中国APP的老套路 就这绝地求生手游背禁 可把印度玩家寄的哭爹汗娘了 有这样的 这样的 还有这样的 把头发束成大人模样 穿上一身帅气装 看到这我眼角都湿润了 太感动了 或许是印度玩家的怒火有点压不住了 印度时报就出来发文了 绝地求生手游玩不了 我们可以去买个端游玩吗 端游不是更好玩吗 想当地有沉浸感 顺带还贴心地列出了运行端游的电脑配置 不过这电脑配置放在印度 那确实是有点费劲的 而且印度人人均本可贵 人家也够巧能接受这价 人印度时报也意识到了这一笔 文章就表示了 大家的电脑如果很垃圾的话 可以去下载PGPG的阉割版本 就这个版本还是免费的呢 好嘛 这个太贴心了 我失了 印度网友看见这消息也忍不住说了 你为什么要告诉政府下一步要请生吗 不管怎么说 PGPG没有任何观告 所以中国没有多少收入 只要当你在APP内购买的时候 你才需要付钱 我们印度人打游戏从来不花钱 所以在印度进这游戏完全没有必要 好嘛 这就是白票大的骄傲呀 还有的网友呢 就表示不相信呀 当场欺诈了 你们不羞耻吗 当国家进知某些东西的时候 你却告诉我如何规避境内 文章的作者应该没刻被逮捕 好嘛 熟悉的味道啊 我真心希望印度人不要醒过来 要不我就没素材 我就失业了呀 对了啊 上次印度不是说要禁用中国软件吗 就微信它也在里面 但是这禁用显然是有点大脸的 那微信直到现在 印度用户还能正常登录 好嘛 居然还能用 这印度抵制了半天 合着呢是口头抵制呀 但是这事啊 到了咱们这儿呢就不好使了 既然你要抵制什么 那我们就来贯彻到底 来帮你们一把 微信官方呢 直接把印度用户给强制推出了 不仅强制让你下线 还发条私信通知你 印度人这一筹 微信这都用不了了 评论瞬间和之前的就不一样了 微信被强制下线登录不了 现在就连发个消息给别人都不行了 我在印度 我还要从印度往外出口还限了 但是微信没办法登录我 我怎么和客户沟通呢 这世界还能不能好了 还有人就说了 请允许微信在印度使用吧 现在学生们连在线的学习课程都没发誓了 好吗 太惨了 实际上印度对其他软件的抵制 好像还真是抵制 但是微信这玩儿 属实他就没怎么玩明白 真就是选择性抵制 忌吃不忌打的玩儿 大家对印度抵制中国APP这事儿 有什么想说的 咱们也可以评论地唠一唠 行了 快乐的收藏组组短暂 希望大家喜欢的话 能给个点赞收藏观众转发 咱们相信过的难以 再见 对不起